好啦 大家好 我是小李 我是娅娅 今天的視頻呢 為大家講到的是關於 哆啦A夢的都市傳說 不要學別人的開頭啦 對不起 幹嘛 對不起 沒有 我想說 今天我的主題是比較深入的知識 所以想說要致敬一下 不然就回到 嘿嘿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聲音 你平常有這個聲音嗎 沒有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關於 哆啦A夢的都市傳說 其實真的還蠻可怕的 對 不要看我平常這樣笑笑的啊 臉圓圓的 沒有什麼關聯 那今天因為講的是關於 都市傳說的系列 所以因為其實我自己 一個人講的話我會有點怕怕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請到 鴨鴨來擔任花瓶的角色 你在茶壺啦 頭髮好像茶壺欸 算了 我覺得 你跟今天的主題不合 我自己拍了 好啦好啦 那目前哆啦A夢的都市傳說 主要是有兩個最有名的 其中一個有分成兩個版本 看起來好可怕 那我聲音變成 其實哆啦A夢的都市傳說呢 主要是有兩個 其中一個有分成兩個版本 收音會不會收不到 太太收到了 太放鬆了 這兩個其實都是有在電視上播出過的 但是都是很久以前的 那我就跟大家說 關於第一個 不去不行 多愛夢的不去不行 是在1996年的9月23號播出的 平常我們看多愛夢的都知道 就是如果多愛夢的開頭都會先有唱歌 然後才是 歹經有啟 然後講出道具的名稱 對 什麼 我有共鳴 我有共鳴 對我絕對沒有覺得你很奇怪 你有當過多愛夢 你應該有當過吧 看 我是要當腐步的 都是傳說謝謝 通常開頭都會有那個開頭的主題曲 然後講這集是什麼道具的主題嘛 但那集完全沒有 而且它是在我剛才說1996年的9月23號 它是在凌晨播出的 就是正常來說它不是一個正常要看卡通的時間 它就是凌晨電視播出還不然突然啪 就直接開始演 那裡面的內容就是 我已經開始起雞皮疙瘩了 打這個稿子的時候我自己很害怕 所以我才找你來的 來話題 茶壺 茶壺 倒茶 喔 就是傳說 已經知道對不對 那個故事的開始就是 大雄一個人在房間裡面墮佈 而且房間的燈光非常的昏暗 那大雄就這樣一直墮佈墮佈 走了十分多鐘之後 他突然抬起頭說了一句 不去不行 然後就把他的拉門拉開 往黑暗的地方跑 用跑的嗎 他是往外跑 然後 哇 雞皮疙瘩了 對 他往外跑 然後他整個人就消失在黑暗之中 結束 卡通就這樣播了 卡通就這樣結束了 沒頭沒尾 那一集也沒有哆啦A夢 沒有哆啦A夢 但是這一集之所以會變成都市傳說的原因 是因為 因為我剛才有說嘛 他的播出時間是1996年的9月23號 那天呢 剛好是 多愛夢的作者 藤子伯厄雄先生過世的日子 好可怕喔 你為什麼會邀請我來這樣子 我覺得很可怕 還是你通告費付我兩倍 就是我有一些錢要拿去收金 有沒有覺得已經覺得怪怪的 有一點 你不要嚇我 我會打下去 我真的會打下去 對 爬 爬 好啊 那接下來跟妳講關於第二個 都市傳說 好 也是關於多愛夢 而且這個是其實是現在市面上最有名的傳說 他的日文叫做 Talento Talento 對 中文就是藝人的意思 對 不是吃的那個 我知道不是啊 對 我想說 關於妳可能是有跟吃的比較有關係 插壺 我啊 你是插壺太太 是那個美女野獸院那一隻 喔 你不一定要很沒禮貌 關於這個都市傳說啊 有看過的人都說 這一集的卡通裡面 有三個非常詭異 而且不尋常的點 首先第一個 這一集它是沒有聲音的 就是不管是人物講話 或者是背景音樂 它沒有聲音 就很像是墨具一樣 在電視播放嗎 電視上播的 電視上播的 而且其實大家知道其實 很多國家他們的卡通 或者是電視節目 是沒有字幕的 嗯 對對對 因為他們講的都是自己的語言嘛 所以他們是不會上字幕的 就除了台灣 不知道為什麼要上字幕 我有查過這件事 為什麼 因為中文是一個比較 多意思 同音意思比較多的 所以通常會上字幕 會讓觀眾更好理解 可是卡通也會 怕小孩誤會 對 那今天主要是跟他分享小孩子 如果 會誤會父母 欸不對啦 錯了 再來第二個奇怪的點是 這一集的哆啦A夢的造型 跟平常不太一樣 哆啦A夢的印象就是圓圓胖胖的嘛 但是那集有看過的人 怎麼 我在聽你講話 那集看過的人都說 那集的哆啦A夢很細長 好噁喔 對 好噁心喔 你看 變瘦也不行 而且他說他的眼神 也特別的詭異 就是很陰暗 第三個點是 那集的登場的配角 不是我們一般看過的胖母啊 小夫啊 靜香 更不用說小池先生 反而是出現三個不認識的人 而且那三個人好像跟多啦A夢認識 就是那個 開頭有一個在盤手指 中間都戴帽子的 其實那個也蠻可怕的 為什麼啦 你剛剛營造很可怕 為什麼片頭有一個這樣的人 然後後來不見了 還戴帽子 好朋友但這個不在我們的傳說裡面 對對對 有時候現在也看得到喔 對 舊版的開頭 那這集的哆啦A夢是在 1984年的7月20號播出的 好久以前 就是你剛出生沒多久 對 那 好對不起 這集的哆啦A夢的故事內容就是 一個下雨天 哆啦A夢就拿著雨傘 去書店接大雄 那他們兩個就不知道講了什麼之後呢 兩個人就來到了空地 到了空地之後 哆啦A夢拿出一個很像穿透圈的東西 放在地上 兩個人一躍而下 就到了弟弟世界 到了弟弟世界之後 就出現了三個不認識的人 但那三個人好像認識哆啦A夢 反正其中一個弟弟人 他穿過牆壁就消失了 他是在一個地下空間 對 但是也許因為他是弟弟人 所以這個事情是很正常的 想像起來會蠻可怕 而且是沒有聲音的 好可怕 你就看電視 直接到耳鳴那個 好可怕喔 對不對 我不會把它看完欸 我說如果我是當下的看魚人 那時候你是剛出生嗎 我沒有剛出生 另外兩個弟弟人 就帶著多拉莎跟大雄 來到了一個房間 到了那個房間之後 弟弟人就走了 在那個房間裡面 有一個很像真的地球的地球椅 對 那大雄就去把玩它 這時候多拉莎好像做出了勸阻的動作 就是類似 這樣勸阻的動作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都市傳說的關係 你剛剛那樣我覺得很可怕 大雄就玩了一個地球 突然地球就 掉到地上 流出黑色的水 接著大雄和多愛夢 兩個人就抱在一起 很驚恐的樣子 結束 嗯... 你說他在地底下 然後遇到一個 然後拿了一個地球 然後把他打碎 你這是曲解 我完全... 那我開始好奇 當時看完的人是不是其實也是亂想的 好可怕喔 而且是沒聲音的喔 你要想就突然看 突然看到一半 欸... 這是什麼 對啊 就這樣會有那種感覺 而且... 而且如果依照這個時候的話 那個作者先生應該是還活著了吧 對 那時候還活著 那這樣子他對這個 動畫播出沒有任何的反應嗎 這就對了 其實電視台是有做出聲明的 但是電視台的聲明是 他們那一天 沒有播出這一集 他們播的那一集是 大雄的童話旅行 嗯... 就是根本沒有播過藝人這一集喔 嗯... 那... 因為其實那時候網路不發達嘛 所以近十多年來才有人上網討論 就是討論說 欸!我好像有看過這一集喔 就每個人都說有看過藝人這一集 但是沒有任何人跳出來說 沒有 我看的是大雄的童話旅行 沒有任何人說過 最詭異的地方 大家會想說 這個跟藝人到底有什麼關係 就這一集的主題沒有關聯 大家想一想 我剛才說這一集的日文叫做 Talento Talento 對!那照字面上來看的話 如果在前面的兩個字上面 加了一橫 嗯... 會變一個死字 哪一個死? 死亡的死 好可怕喔... 我覺得我要三倍的那個通告費 好可怕 你看那個死神的時候他還說 欸!有不死路一條? 蛤? 死路一條? 蛤? 死路一條? 有覺得很可怕嗎? 沒有 看來是鋪陳的問題 那如果他是跟他說 你看 我不要 對不起對不起 好接下來是第三個 第三個是跟第一個故事不去不行是一樣的 但他是另一個版本 而且我覺得其實這個版本是比較溫馨一點 對對對 因為我剛才有說啦 這一集的播出時間就是在 那個藤子不惡熊先生過世的那一天 那一集一樣叫 好像也是不去不行吧 對 一樣就是大雄在房間裡面 墮步墮步墮步 十多分鐘抬起頭說 不去不行 打開門 但是門外是亮 很亮 然後他就往... 他就... 他就往門外走 這時候就出現Doraemon 然後Doraemon就跟他說 他就說 ㄟ? 要走啦 嗯 然後 鏡頭切到大雄的時候 大雄就變成漫畫版的 那個藤子不惡熊先生 然後跟他說 對 要走了 喔... 好感動喔 然後 切回Doraemon的時候 Doraemon就跟他說 謝謝 喔... ありがとう 對 然後他切回藤子 藤子老師的時候 老師就跟他說 哪裡哪裡 就結束了 就跟我們之前去那個 看Doraemon展 吞子波熊展的時候 然後我們在外面的庭園 就有一個是 吞子波熊畫的所有角色 然後跟 吞子波熊握手 然後那個也是 照片可以放在這個地方 打到我的臉 對 對 那個也蠻感動的 哇... 很感人 欸這集的結尾好溫馨喔 對這集是比較... 這個就比較溫馨的版本 但你剛剛講第二版的時候 我真的... 我覺得比第一版還好恐怖 光你講細長我就覺得噁心那我不行 細長真的噁心 而且其實我... 太變形 網路上有人有 模擬出 喔 媽呀 那個照片 很可怕 我看到我就全天起雞皮疙瘩 所以 我不會放在這邊給大家看 你真的不會放嗎 這個真的太可怕 不是說放個豬頭臉 就可以那樣笑一笑就過了 因為那個是真的比較可怕的 你要看我是不是 對 那我說的以上幾個都市傳說 因為播出的時間 年代都比較早 那時候錄影還不發達 不能說手機這樣就錄了 錄影科技還不發達 所以 影片都沒有流傳下來 網路上都沒有任何 找不到 對 就找不到 因為就是都市傳說 可惜 Doraemon的都市傳說 沒有這樣被留下來 還好沒有 不然你會看到細長的Doraemon 我現在看你就覺得是了 欸我 你腿那麼細 老臉又圓 那關於Doraemon有靈魂 還有 小夫喜歡大雄的這個事情呢 大家不用急 我記得我會拍 這個都不是都市傳說 都是真的 你再不拍它 它就變成都市傳說了 小李刷拍的影片 有些人看過 有些人沒看過 好像你跟我沒拍 對 看過了你就會說什麼 欸跟平常的小李不一樣欸 影片裡面好像比較胖欸 比較遠一點 不對不對 欸那一樣